今天買的三斤的胡蘿蔔 淋水煎湯很乾淨 切平 將胡蘿蔔多切成平 將切好的胡蘿蔔倒進鍋裡來 三斤胡蘿蔔倒入一斤的冰糖 開中小火 胡蘿蔔不停翻炒一下炒出水分 大概炒了兩分鐘 大家看一下胡蘿蔔就已經炒出很多水分了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不用翻炒了 就這樣讓它慢慢熬 熬至收乾水分 現在熬了六分鐘了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糖質呢 越來越濃稠 我們再繼續熬 當時完全收乾水分 炒至這樣的雏豆 我們就要不停的翻一下了 以免呢 補鍋了 炒至這種段它我們關火 繼續不停的翻炒 現在鍋的變焰呢 就開始起糖霜了 現在鍋的變焰呢 現在糖霜就完全炒出來了 等完全等確之後呢 就可以裝到罐子裡面 密封保存 只要有不愛吃胡蘿蔔的小種 又喜歡吃甜食的話 大家可以試一下 就好 這什麼事 可惡 才糊 一字眼 把 演出 開